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王紅石屑,我是倚斯,今晚玩 Free Fire 的團隊突襲野沛,不知道配到的隊友是誰? 今天穿的是海盜服裝,對,之前的Elita Pulse 的套裝 不好意思打嗝,不小心打嗝,天啊,剛剛吃太飽,OK,好,她說等一下,這是怎樣,是認出來嗎?又這麼快嗎? 現在都是直接開場第一場認出來,她說是不是遇到實況主 誒,等一下,誒之前都是先蹲兩下,然後可能第二場才徐序漸進慢慢認出來,現在是第一場就直接認出來,這麼厲害嗎? 誒,怎麼一個人倒了? 3打4,看一下喔,看一下能不能繞過去把其中一個打掉,然後去救隊友 啊,最後直接讓另外一個隊友救好了,我先打幾個,趴一,打一,倒一,誒,隊友去救一下,誒,沒有人去救他 等一下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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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二打三,我來救一下,誒,有敵人,哇,來不行 等一下喔,快點有人,趕快來人去救他,我纏住這兩隻,快點,去救隊友,快快快,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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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好像遇到尼亞斯,誒,怕,怕一個,怕一個,現在三打三,快救隊友,快救隊友,誒,救起來,救起來,救起來,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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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拉起來,誒,怎麼又倒了? 哇,現在二打三,誒,一打三,一打二,一打二,後面有人,等一下 哇,我殘血啊,喔,一打一,一打一 二打一,誒,二打一,誒,二打一,誒,對,真的 等一下,我來救,我來救,誒,後面要沒有,我看到,我看到,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一打一,誒,打錯人,等一下喔 OK,nice 尼亞斯666,好棒 尼亞斯666,OK,驚險,驚險 開雲 好,我拿一下E887喔 尼亞斯,尼亞斯,尼亞斯,你沒辦法開雲 誒,他說我沒辦法開雲,對,我沒辦法開雲 開雲,如果他要跟我們講的話,他就不會把我們支援進去 誒,這個人的,誒,他帶FARMAS誒,黃色那一把 試的話蹲兩下,試的話蹲兩下,好,蹲兩下 他拿黃色FARMAS好像是,金幣扭蛋的塗裝吧,還是,誒,我忘記了 有點忘記了,應該是有點久的塗裝了 好,我們這一場玩E887喔,最近都在玩E887,有時候玩雙E887,有時候玩單E887配SKA 或配NP5阿,不一定,團隊突襲的部分 最近真的,團隊突襲起來蠻愛玩E887的,所以你們最近如果 喔,這個是永恆冰藍的N10一次 等一下,這邊還有一次,誒,啊 所以如果你們最近看到我,呃,拿E887沒有拿NP5是很正常的喔,對 誒,什麼,倒兩個,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敵人在哪 誒誒誒,二打二,二打二 快點去救隊友,那一隻過來了,快點去救隊友,快快快,把隊友救起來 快快快,快去救隊友,喔,nice,擊殺,三殺,來救一下隊友 超強的,算了,我要去點包 哈哈,他說算了,我要去點包,不救隊友 尼亞斯,尼亞斯,太慘,好,我這一場玩E887,雙AE887喔 來吧,來吧,OK啦,裝一下子彈阿 哇,他拿兩把ME88 注意到了 可以嗎,尼亞斯 誒,不管可不可以啦,我愛玩啦,我就是愛玩A887 不過至少,散彈槍我比較擅長一點啦,如果是AW雙AW我可能就沒辦法 所以我多少還是會選自己稍微熟的槍去玩 而不是可能選一個好像很喜歡玩但是不太擅長的槍 因為基本上團隊突襲是一個團隊對戰嘛 我們還是要對隊友有一個負責任的心態 不能亂玩啦,對 還是要 給隊友一個 就是 還是要稍微認真玩阿 今天都在哪裡阿 裡面嗎 阿沒有,這是隊友 臉殘了,在裡面是不是 阿有有有,在裡面 阿都全部都在裡面,四隻都在裡面喔 哇,這樣凝膠 等一下等一下,這誰架的凝膠,是隊友架的 看這個方向應該是隊友架的 這要拆很難拆欸 等一下喔,欸欸欸欸 我一打四喔 這邊有一隻 幫你們報仇 幫你們報仇有點困難,一打四欸 兩邊包夾我就死定了阿 等一下,我看他們頭後面 阿有有有三隻 倒一 倒二 等一下 哇,我要被包夾 哇 被包夾沒辦法阿 我是被,對阿,我被這個旁邊的敵人打阿 不是被,正面來的這個敵人打阿 太可惜了 其實我,他剛剛好像說我玩散,欸他是說我玩散彈很強阿 我,我好像沒有聽清楚 但是其實觀眾對我有一個誤解就是 我沒有說我玩散彈很強,我的意思是說 呃,呃應該說 要判斷說你們到底說我玩散彈很強是什麼意思喔 因為我其實常常在說我比較擅長玩散彈 但並不是說我玩散彈就是 呃,free fire最強,還是台風最強,並沒有這樣講 我的意思是說,呃,所有的武器 如果 如果看我們司機就有希望了 哈哈,你想太多啦 怎麼是的 這還是要靠團隊母親 這意思是說,譬如說我拿MP40 拿MP5,拿UNP,拿一些其他衝鋒槍或其他的槍種 然後來跟我拿N1887,呃,N1887,N1014812來比的話 可能我的勝率就會比較低一點 我玩散彈的勝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就是我比較擅長,比較會用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事情嘛 有的人擅長打籃球 有的人擅長打羽球 但他未必是世界最強的羽球 羽球的選手,或者是世界最強的籃球選手 不是,只是 所有的 可以做的事情中 他的籃球 比較擅長 或者是羽球比較擅長 所以要不要誤解 有一些觀眾會誤解 欸,迪亞斯 散彈之王 沒有啦,其實我常常 欸,敵人 等一下 喔唷唷唷唷 OK,現在二打二 等一下,我先繞到後面 欸欸,炮箱 等一下,我先把他收掉 喔唷唷唷,隊友來了 這邊的隊友來了 可以嗎?可以嗎? 欸,不行 哇,血量劈不夠 不過這邊應該是可以啦 哇,哇 隊友要一打二,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欸,水喔 對啊 下一打一,下一打一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喔,一個104對戰 那個N1887 他拿的是雷光 有沒有 這雷光真的還是不錯的 雷光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機械衝擊都還不錯 如果這邊拿地獄之吼的話 可能就是要力球爆頭啊 不然他的射速 會比那個N1887慢 N1887兩發嘛 射速超快 好啦,叫我拿那個香爐 謝謝啦 對,所以 有時候真的塗裝還是 要稍微 幹嘛就是閃光蛋 要稍微挑選一下 好嗎? 雖然說現在 你要凝膠 不用不用不用 我有兩顆應該是夠 雖然說現在的階段來講 其實蠻多老玩家啊 退坑的 然後覺得說 欸,塗裝真的還蠻不公平 其實說實在 我心裡也會這樣覺得 但 覺得啦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 欸,有敵人 欸,倒了 欸,上面還有一隻 哇! 哇,倒二了耶 隊友不錯喔 這場應該不用靠我了 欸,怎麼有人倒了 但沒辦法啊 因為我們畢竟 我現在還是在玩freefire 所以就必須 如果要拼過人家的話 還是要多少 裝一下塗裝 就是如果 這場會死 如果對方的實力跟我差不多 或比我強的話 還是要稍微靠一下塗裝 其實這邊會有一個觀念 就是大家會覺得 有塗裝就可以贏 可是沒有欸 其實還是要看你的實力啦 對 就是如果是實力相當的人來講的話 有塗裝才會有影響 但如果你的 比如說你不會切近 好,因為像我遇過的 就是有一些玩家 他不會切近 然後他不會這個 拉牆壁拉槍 不會抬槍 然後他遇到 有塗裝的敵人 被人家抬槍 抬死 然後就會覺得說 欸 人家有塗裝就比較強 這是一個謬 這是一個 應該說是一個 謬論嗎 不 也不能這樣說 這樣說太嚴重 是一個誤解啦 對誤解 所以如果是差不多的狀況下 差不多的實力 你沒有塗裝打輸人家 那的確是塗裝 這可以 真的是千做萬缺啦 好啦 那我們自己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加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就有可能會用支持你唷 每天晚上六點發片 下次大家早上九點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各位掰掰 拜拜